嗨,大家好,我是秀厨娘 大家认识这种野菜吗? 它叫车前草,又叫牛舌草 是一种非常营养的野菜 今天厨娘就与大家分享一下车前草的美味做法 首先将车前草的叶子摘下来 将叶子掐断 将叶子里的筋抽出来 装入盆中 用流动的清水多清洗几遍 锅内加水烧开 将车前草放入锅中 少加一些盐 用铲子搅动一下 使其受热均匀 焯水一分钟后 将车前草捞出 放入橙有凉水的盆内过凉 挤净水分 热锅加入适量的猪油 将猪油熬化后 加入两勺豆瓣酱 加入适量的生抽 翻炒均匀 将车前草放入锅中 大火翻炒一下 翻炒均匀后 加入适量蒜末 再次翻炒均匀后 替口出锅 一道营养美味的酱爆车前草就做好了 我是秀厨娘 如果您喜欢我分享的美食 请长按视频下方的点赞 强烈推荐一下吧 谢谢大家 明天见